海中兩名市場往市場確診的攤箱 就住在北區一個超大型的社區裡面 社區住戶多達兩千五百多人 雖然加班到了晚間八點 累計篩檢一千零九十八人 全數是陰性 但因為確診者五月底 剛從對接的社區搬過來 市府不敢大意 今天針對這兩個社區 擴大篩檢 社區中庭設立的快篩站 一早陸續有住戶報道 因為兩名確診的石甲旺市場攤商 就住在這裡 除了這個社區 市府也擴大篩檢 對接的另一個社區 市長盧孝燕親自廣播 要住戶盡快篩檢 因為兩名確診者剛從這裡搬家 兩個社區的流動人口 估計就多達三千四百人 住戶實在很擔心 因為兩個地方距離很近 確診者現在居住的又是超大型社區 住了很多外籍移工跟邦庸 目前因為感染源不明 市府擔心和Delta的病毒有關 那因為這個社區呢 它的人口非常的多 它是台中市超大型的社區 住戶大概有八百戶 那這個住戶的人口 大概至少有三千人左右 兩三千人 目前市府針對石甲旺市場 快篩了四百四十四人 都是陰性 社區也已經有上千人陰性 但是因為擴及兩個社區 人口非常多 為了防堵疫情 繼續擴大篩檢 不放過任何可能潛藏病毒的地方 據這裡明信方品文 S2G小組台中報導 Josu在康奔 ペスト 衛生